来自三重庐州的林姓兄弟一家人 经营事业有成 林家人以母亲林雀交名义 捐赠一辆复抗巴士 也是新北市政府第420辆复抗巴士 协助高龄化的社会 更多行动不方便的长辈 我们家族从我妈那一代 那一辈的 他们兄弟姐妹都很和睦 所以我们这一代很自然的就 无形中就感染到了 或是学习到了 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我甚至还可以说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 感情都很好 原本林家人是想低调行善 却没有想到是由新北市副市长 侯友宜代表受政 因此由市府安排捐赠一事 要以侯副市长的粉丝表态 直接当面鼓励他 能够出面参选下一届的新北市长 我今年家族和公司和一位朋友 我刚才跟你说这三楼地区 我给你保证三五百年 是是 他才不敢说 他才不敢说 就是感觉他是比较正直 然后毕竟从警察干到署长 然后来做到副市长 然后看他的所有的过程里面 他都是很稳的感觉 所以我们家族对他是 都是他的粉丝 我真的很感动 他对我们新北市政府的同仁都很肯定 他对我的支持 对我这样的一个 希望我们能够多替市民做事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说我们不要辜负他们的期望 我们大家好好努力把事情做好 让我们新北市未来 未来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 林佳人展现对侯副市长高度支持 承诺每年将再捐赠两辆富康巴士 希望有机会的话 还是由他来代表市府接受捐赠 还直接表示 可以为他拉个三五百票没问题 只是侯副没有给出答案 开心笑着回应林佳人的支持 虽然侯副说不辜负期待 没有肯定的说法 但光从支持度来看 侯副市长已经开始有热情民众鼓励参选 展现高人气的气势 數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